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竟处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手上套着一个奇怪的铁环 像是被卷入了某个神秘的死亡游戏 她惊恐万分 急忙起身拍打四周寻找出口 却发现除了用来流通空气的小孔 其他地方都被牢牢讽死 女人崩溃的跪在地上哭喊着 希望有人能放自己出去 可四周一片寂静 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她有些慌乱 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女人意识到自己面前可能是空的 急忙用铁环磨擦墙壁 希望能够磨出一个出口 不料墙壁坚硬无比 她费尽力气 也只能在上面留下几道印记 女人绝望了 她蜷缩着身体 躲在角落里 想不通究竟是谁 把自己困在这里 突然 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赶紧上前仔细聆听 不料就在这时 身后的通道突然打开 女人被吓了一跳 但很快就被前方的光亮吸引 她小心翼翼地钻进管道 想查看 是否能从这里逃出去 可女人刚刚进去 通道口就立刻关闭 她被吓得惊慌失措 急忙踹动通道口 想要回去 却发现已经被锁死 就在这时 手环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女人惊恐地发现 手环上出现了倒计时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这令她感到十分害怕 想要尽快逃走 于是 女人只能硬着头皮 因着昏暗的通道爬行 由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一边爬行 一边仔细观察四周 因此前进得非常缓慢 然而 女人却突然发现 前方的管道正逐渐收缩 马上就要封死 此刻 她再也顾不上小心 立即加快前进的速度 可紧赶慢赶还是差了一步 通道几乎被完全锁死 只留下一道极其狭窄的缝隙 女人只能侧过身子 用手扒着墙壁 一点点艰难前进 幸运的是 只有一小节通道被堵住 她很快就钻了出去 此刻女人意识到 一定有人在幕后操控这些机关 为的就是细耍自己 因此 她按下决心 自己一定要逃出去 狠狠教训背后的人 可女人很快就会知道 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在继续前进一段距离后 她的面前突然降下一道围栏 随后手环开始报警 发出刺眼的红光 上面的倒计时即将结束 紧接着 女人身后的墙壁上 伸出无数的铁管 向通道内喷出未知的气体 她立刻变得慌乱起来 抓住围栏想要逃走 这时机关再次启动 通道内出现一个凹槽 虽然不知道钻进去会发生什么 但女人还是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火速钻了进去 就在她进去的瞬间 降下一道玻璃门 把凹槽封死 下一秒 火焰散去 女人成功逃过一劫 她长舒一口气 缓缓瘫倒在地上 可玻璃门却突然打开 紧接着墙壁向前移动 尽管女人奋力抵抗 却还是被推回通道 之后没等她反应过来 伤方的墙壁开始下坠 女人无路可逃 只能闭上双眼 默默等死 但墙壁却在即将压到她的那一刻停止 女人再也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 痛哭着祈求放过自己 这时 倒计时再次启动 挡在她前方的围栏猛然消失 女人虽然害怕 但迫于倒计时的压力 还是强忍着恐惧 用手撑着墙壁向前挪动 没走多远 她的手突然触碰到一只液体 女人被吓了一跳 试探性地将手伸进嘴里 惊喜地发现 竟然是淡水 她急忙停起淡水送进嘴里 缓解饥渴 可女人还没喝几口 却发现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必须尽快逃离这里 才能避免被烈火烧死 于是 她深吸一口气 随后潜入水中 沿着通道向前游去 女人游了没多远 上方的通道突然裂开一个口子 她赶紧游上去 长时间没有进食 再加上剧烈运动 令女人的身体十分虚弱 因此 一上去就趴在地上不停喘息 可由于时间已经不多 她无法多做休息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立刻前进 然而越往前 通道那里空气就越稀薄 恍惚间 女人听见不远处 有人在呼喊 她顿时看到了逃出去的希望 立刻变得精神起来 急忙顺着声音的方向前进 想要找到那个人 然而 女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她视作救命稻草的声音 即将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危机